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怕的就是有些暗闷闷闷的赤頭 表忠 玩爱你都看的 周围都看的 所以我真的要你怎样去想 遲些更讽刺 我不知道 玩爱在大陆也有看 這件事我們盡快說 雖然是好想微譜 2024年社會工作者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今天下載立法會召開 其實他召開這個委員會的時候 最主要是提出召開宮廷會聽意見 其實宮廷會是無力的 但是一眾議員迅速反對 他們為甚麼反對呢 當然明白 因為你兜口兜面有這麼多義工彩道 事實上你怎知道要反應他 我覺得這樣的 如果張宇人說到 譬如他說 因為現在COVID也有 如果開宮廷會 這麼多人幾百人在 我的年紀會擔心 那你不要做人 不如你不要做人 禁堂石 就算開立法會大會 也有幾十百幾百億會議員 放冤荒也不怕 立法會也不怕 不如你不要這樣 如果你是這樣 我真是跟中原辦說 但不如不要搞 立法會省下公帑 行政主導就可以了 不如你懶惡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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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接見公廷會 早前我收到九個新開始的工作小組 我怕不夠房子用 立法會不夠房子 屌你呀 你公廷會會怕不夠房子 公廷會呢 甚至可以這樣 你不在立法會裡面 這麼多房子 這麼多廳 你去一條灣仔 近一點 遠一點 大埔 社區會堂 做一個公定會都可以的 過去也有這樣的情況 立法會也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 委員會主席李克勤 聽不掃明議員的意見之後 表示聽到主流意見 不贊成開公定會 決定用專頁收集就行了 你說那些霸道 那些霸權 老實說 他們真的沒有意思 孫禄涵的意見 其實全部都是廢話 勞工和福利局 但我為了追時間 我也不說他什麼了 他大概說有些技術性修訂 為什麼呢 包括社工開會的法定人數 由六個人 真摯十人 另外 註冊局成員 以書面要求主席召開會議的門檻 由八人民主 真摯十人 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註冊局 即是社工的成員 即是開會也好 門檻其實是高了的 即是法定門檻 即是每一樣東西 你覺得是放鬆著 還是放鬆著 大家看到了 以前六個人可以開會 法定人數 現在是十個人 開會也難了 OK 大家可以看 因為我最不喜歡的是 自由黨的張宇人 在說了一些禁煙廢話之後 他還在會上強調 專業不是大小的 專業是大小的嗎 為什麼呢 當然有些 就是與會者 反映意見 他說 中大和阿姨委員會 就看到專業界別的問題 他認為主席應該由政府委任 你為什麼不尊重呢 政府委任就可以了 這個真的是狗 我不是說專業一定是大小的 但是行外人管行內人 就肯定是撞板的 OK 好了 你說 中大和阿姨委員的事件 看到專業界別的問題 就只不過是因為他們 對政府有不同的意見 或者不是一致這麼一致 你想我們為什麼有立法會這件事 就是用來監察政府 即使是行政主導也好 他有一定的意見也好 都希望他不要一言堂 要不然很容易犯錯 你想想你那個張宇人 又說什麼DBS 糟糕死了 屌你老母 我現在 張宇人 是契弟 這個網友 Likem雖然是屬網友 不是想讓我屌嗎 是 說你當年阿正也怕死你 要戴口罩 我通常就是 戴口罩 有什麼問題呢 有不舒服我才會戴口罩 對 戴口罩沒問題 免得我會傳染他給人 如果怕死我就是去打針 我跟大家說 Likem 其實呢 我在網上 到現在 不過免得 就是這麼多身仇舊狠 我看到那些人 屌人戴口罩 其實我都屌人戴口罩 我都屌人戴口罩 覺得很奇怪 真的笑人戴口罩 人家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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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飛機 或是屌人戴口罩 人家戴口罩 你屌人戴口罩 人家戴口罩 人家戴口罩 傳染人家戴口罩 跟他戴口罩 事嗎 反正我有事 就是傳染人家 你們覺得這個態度 很正常 那不是很好的 更加好 被人戴口罩 人家拍照 我怕死 我經常見到有些網友,我記得這樣 總而言之,他不是逼我替我來救他 說真的,我說不要聽 尿蝦你又戴肚子? 你們不怕死,對不對? 尿蝦你有沒有尿蝦? 但是記住,戴著那套尿蝦不是叫尿蝦 我們打飛機,跟女兒借尿蝦來 你是尿豬肉沒有分別的 什麼叫尿蝦?打真關,尿蝦你有沒有拿出來 你認真?我來看小電影 我看小電影看見那些人戴著肚子,我馬上看不見 你有沒有尿蝦,戴著肚子,搞的 好像見到,你有沒有外田流 我最喜歡的那些,AV女優 I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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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出版 立即說,你有沒有尿蝦,流出這麼嵌淨,馬上按進去看 你那些人戴著肚子,我馬上飛機 立即留言 那些叫做嫌棄 這些叫做嫌棄 這些叫做嫌棄 交換DVD播放也沒問題 戴上套就 就是性教育 我根本就是違反人性 所以如果我做到立法會議員 我一定同意 或者我可以提出什麼 取消避孕套 你沒事的 這樣很容易有性病 那你不要這樣 沒有人叫你吵架 你有女朋友 女朋友就是老婆就是老婆 因為他會吵架的 或者你先驗清楚身 驗性病 另外台灣兩個居民 你們不要說 申報單位隱瞞自己有住宅單位 有兩個被判罰錢 社會服務令和收回房子 收回房子就很嚴重 他說主流聲音是歡迎他這樣說 其實我也覺得是的 我人而言是這樣說 不斷地要這樣說 應該要評測的 沒有理由 你有這麼多錢 都還可以住公屋 坐白 四百多萬 那些人都很質疑 但其實我也這樣說 四百多萬如果你不讓公屋去就死了 買完層樓就很多產了 好了 但是你問我呢 我從來都覺得香港的公屋條例 根本就是逼人家犯法的 即是無論你申請 還是你住在裡面 今時今日這樣說 三仔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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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看醫生、小孩子讀書 坐車屌你連累到二、三千元個月 一個交通費多一個人 買餐送屌你百多二百元 你覺得很負軟 都算是剛剛好的 但是當然了 三兒子、十月十四日 你一定沒有得合資格住 拿到公屋 或者你住的公屋 都是要超越 要走 一天就做富戶 好了 你一走到市場裏面 租層含家產屌 你想想兩房一廳 三百多呎 四十年樓 新界 一萬五、六元 便宜一點 一萬四、五元 連洗肥瓦、阿莊 兩批東西 那你三個人 你住得遠 你乘車上班 更加多時間 更加多錢 你又覺得挺衝動 而記住 不是過三民家庭 如果小孩子讀書 找到四批東西一個月的 不是 所以香港就很慘 好了 這件事 不知誰是誰非 不過我普遍就相信爸爸的 人際女同這件事 不知大家跟不跟到 上個星期六有個女孩子 四歲在家裏跌倒 25號 好了 爸爸媽媽很擔心 當然 所以一直都沒有什麼留意 直至 後來爸爸 看回 這個星期二 星期六入院的 星期二人際醫院開過記者會之後 他發覺 為什麼這樣 因為是在現場 他於是再找零一 我們看到情況不同 我們看看 安全 四歲女同上個星期六 在家裏跌倒 送去人際醫院黏針 首先是黏三針 三針就不算傷口很大 接著心臟停頓 情況危殆 星期二 即是三日前 院方公佈事件的強調 就說醫護根据既定程序協助固定女兒投保 現在會從罕見隱疾等方向調查 即是說 喂 我們沒有做錯事 會不會是有些罕見的隱疾 可能是有 但是可能是有的 可能是沒有的 好了 記者會兩天之後 女兒和我爸爸黎先生 聯絡香港01 即是昨天 他說遠方在會上所說的 不是事實真相 他說 連針的時候 他是在正旁邊 看著醫護把他女兒的臉 向下壓向枕頭 他說 那女兒當時不斷在掙扎 他就說 喂 他會不會有事 但是那時候他相信醫護專業 所以沒有遺疑 到女兒掙扎停止的時候 不動了 醫護還說 乖了 那就乖了 誰知道 一黏完針之後 回到女兒 已經發覺她 心臟停頓 他說 女兒身體一向健康 抽血檢查都沒有發現有病 好了 他說 女兒現在已經失去自主呼吸 大腦完全受損 只有心跳 你說 是 是 四歲女兒 在家裡跌一跌 他說 人際醫院推卸責任 他今天已經去荃灣 昨晚警署報案 希望特首李家超跟進事件 我也希望 但不會 他也不懂 他最多叫嚴股筋 嚴股筋 嚴股筋 那個就聽到醫院後攻 然後死的殘土固 就死了 只要添加密碼 屬於不幸 屬於自然 不會有人有事 《医管局九龍西醫院聯網深夜回覆》 深夜回覆 關注事件 從深紀錄 把病人頭部側向右邊縫合 但承認病格並無安藏閉路電視 為何會無安藏閉路電視 那樣噴情 你和他填針都要捧到閉路電視鏡那裡填 但是這樣就很不人性化了 好了 星期二他怎樣交代事件呢 他說四歲女在家裡的瘡蛋裡跌倒 後腦筋受傷 宋縣後患有個2厘米長的傷口和發燒攝氏38度 發燒原因是因為腺病毒感染 檢查之後就和他亂了三針 在三分鐘內完成 但是完成之後就發現女童失去意識心跳 我們從來是不認識的 生嘔吐 伸進了傷口 進來都沒事 有些發燒 亂針而已 為什麼會亂針 沒有腹部針跳 不會的 為什麼會亂針 所以我對他爸爸講的東西 應該是送了八九成 不然你不會的 還是要全心麻醉 你沒有的 不需要的 好了 阮峰強調 當時醫護人員降A基定程序 固定的女童為其逢針盤 這個固定女童就可圈可點了 人際醫院急性室部門主管 念偉雄即場示範怎樣固定 他說會用手協助固定病人頭部 那你 念偉雄這個固定情況 是不是等於當天那些醫護這樣固定呢 你又說沒有了閉路電視 好了 基本上事件刊見 現在調查女童是否有刊見病 真是很刊見 廉針的時候沒事 廉針之後沒有了呼吸 真是很刊見 記者會後兩天 黎生在昨天主動聯絡記者 他說他去警署報案 過半小時之後他在警署外話 醫生的說法 跟他所眼見的事實不同 他說廉針的時候 他正正在陪著女兒 當時有兩名醫護在場 一個不是女兒的逢針 另外一個固定女兒的頭部和身體 他抑述 當時病床下面有一個枕頭 醫護就按著女兒的頭 女兒的臉就埋在枕頭之中 這個動作 這個是他爸爸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是很不合理的 如果是真的話 因為 埋在枕頭之中 當年糟糕 我看電影 兩張狗狗人 你記得有沒有看《隻手遮天》 烏鴉 是不是烏鴉那個 烏鴉和邵麵虎 都是用一杯滾水給駱駝喝的 記不記得 駱駝說 哇 你這個臭小子 你這個臭死我 不好意思 大哥 那時候 阿烏鴉那個枕頭 都是用一杯滾水 就是烏鴉寫落堂 好了 好看《隻手遮天》 我很喜歡看 後來阿烏鴉和那段聖 在那個靈堂上 樣子都出來的 我真的很喜歡看社會戲 背重如流 好了 他爸爸說我女兒向下掩埋在枕頭之中 OK 我覺得醫護不會又這樣掛 但是爸爸有什麼動機要這樣講醫護呢 是不是想屈錢呢 你問我呢 從常態講 他在這個情況 那個女兒 剛剛那個情況 真的沒有那麼深謀怨懷 問題就是 會不會有醫護 想著一個很短的時間 按了頭一會兒 在枕頭下面 而且還未必按到很死 是 是 因為一旦打到頭 他在那邊叫 或者那個位置不就 他不就去亂 你想一下 最就的就是厚老筍 厚老筍 厚老筍 最好亂是不是 這樣 你這樣問他好不亂 會不會這樣呢 就是不知道 但他爸爸就這樣講 醫護用類似毛尖 和萬能鐵 把女兒手腳綁緊 開始逢針 不知道了 他們要查了 會不會有些 什麼憂禁 恐懼症之類的 我們不知道 之前 一綁緊她的小朋友 什麼事 可能更加掙扎 用力 害怕 於是就想大呼吸 你按了頭 會不會是這樣 當時 醫生說他女兒 不斷掙扎 醫生說 於是醫生 要用更大的力氣 將他按住 然後就慢慢 安靜下來 醫護當然要跟他說 這個小朋友乖了 他說 大家三四分鐘就完成 逢針 帶女兒 轉身過來的時候 已經心跳停了 其實三四分鐘 不是短的 你說 如果那個爸爸 雖然相信醫護而已 看著我這樣按著女兒 頭向枕頭幾分鐘 完全沒有危機意識 我都覺得有些奇怪 在這方面 所以 反而 時間性三針 我不覺得要幾分鐘 但是 一時之間 他也是隨口判斷 因為我不覺得他看著標 他說 他自己沒有醫療知識 所以很相信 醫護人員 不會真是對方 而且女兒又厚 又掙扎 心裡想盡快念緣 誰知道就反而 釀成糟糕 為什麽聯心 為什麽聯心會死 他以為聯心很簡單 他以為聯心很簡單 他真是哭訴 李先生 日日日夜 和他老婆 照顧女兒 沒有時間看新聞 看記者會 到近日看新聞之後 發覺 為什麽遠鋒這麽說 立即通知瑪嘉烈醫護 醫院今天就安排 人際醫院的高層會面 但是人際就說 不關他們的事 不是他們弄得女兒這樣 但是他就覺得 如果不關你事 女兒沒有病沒有痛 怎麽會這樣呢 不負責任 不是你弄得怎樣呢 他就說 人際醫院推卸責任 他說 在記者會的說法 他真的很憤怒 如果有看到 他應該會很生氣 會崩潰 他的女兒身體健康 抽血檢查之後 都沒有發現她有病 跌倒的時候 頭骨都沒有問題 沒有水腫 他說 我一定要還給女兒公道 不可以被她們白白搞成這樣 無緣無故生命好地地 他說那個女兒 剛才說的 頭部水腫 沒有了自主呼吸 就是要插喉 沒有部受損 只有心跳 醫生說機會渺望 如果可以康復 就靠奇蹟 他一定要為女兒 逃回公道 他更加不希望事件發生在其他家庭身上 各位漢官自有判斷 好地地 我都講過了 其實有些家長真的有些什麼 我的兒子我不講了 幾個月大一歲左右 我又不知我老爸媽為什麼會跟他報警 然後就說 送他去入 我忘記了 廖澳大維有間醫院 廖康 然後就說要做手術 要聯診 私家醫生遲些了 我就馬上飛車回到上環 飛車回家 去到醫院 醫生都還沒到 我早就已經好運了 幾個小時後 可能兩個小時後 少少傷 流血遮 接著醫生來到 他還說要全身麻醉 我說 醫生 我不出去聊幾個月 免得在病房去 我說 我兒子沒事 你竟然覺得要全身麻醉聯診 然後他說 他見到我這樣 說不是一大林 他說 馬先生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要簽一張 你的兒子才會出院 我們不負任 我一定是這樣 還有我們就叫麻醉科醫生來 你怎樣都給一些居馬費 我就算了 我媽媽麻醉科醫生 他就給了一千元 那時候 跑私家醫院 就還未到後來 那時候 我兒子一歲 可能是2003年 你父母也會審議的 但你怎能怪泥珊呢 他又不用麻醉了 四歲了 你昨天覺得你是專業的 還有兩三針 為甚麼會搞成這樣 你說不關事呢 我不知道 但有沒有可能 是不是時間 其實不用三四分鐘 其實一分鐘 幾十秒 甚至乎都可以出事 如果立即是透不透氣 但會不會呢 你給我 首先 我很難想像 他真的要把頭埋在枕頭裏面 第二 就算埋在枕頭裏面 我只要送客 再貼下去 其實 很多人都不會那麼容易焗吞 真的要查 但是 一定是不認的 不可以認查 別人讀這麼多書 謝謝